趕快銷電腸當外套 哦 是這樣嗎 今晚我想來點 鼎泰宮的小籠包 佐薑絲米醋 今晚要來點 這就是薑絲米醋啊 對啊對啊 今晚想要來點 鼎泰宮的小籠包 佐薑絲米醋 佐薑絲米醋 哪些景點一直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 而卻沒有去過呢 你好你好 我是薑絲米 在台灣呢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了 也時常會看到很多報章雜誌啊 網路啊 或者是外國的Youtuber 推薦台灣有非常多的景點可以去 仔細一看才發現 哇我都沒有去過呢 所以這一次的企劃呢 就是要來看看這一些推薦的景點呢 到底推薦的到不到位了 好我們就趕快去吧 第一站 我們就選擇來到了頂泰豐 而且這一間頂泰豐呢 是位於101底下的那一間頂泰豐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通常來到台灣的外國人呢 都會選擇 一定要踏到101底下的這間頂泰豐 一定要來嘗鮮一番呢 可是我本人算是有吃過頂泰豐裡面的食物 但是我沒有坐在這個裡面過 所以呢我們來體驗看看坐在裡面的氛圍 會不會覺得頂泰豐變得更好吃了呢 會不會覺得頂泰豐變得更好吃了呢 她的顏值都很高耶 欸很不錯耶 吃好東西還可以看妹妹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不知道是不是有挑過 應該是有 有可能 因為畢竟有點像是 門面的感覺 可能有什麼衣靈啊 或凱臥在選秀的時候 我就頂泰豐的人都要在下面按著 八號不錯 八號不錯 這樣泰豐就是炸彩小用了吧 謝謝 謝謝 乾扁四季豆 謝謝你 滿有的 對啊 乾扁四季豆 是推薦的 推薦菜色 看看很漂亮 感覺就很好吃 很入味耶 因為它是冷菜 可是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很值得點喔 嗯 這個如果要五顆星給的話 這真的我可以給滿五顆星 這是我 對 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吃四季豆 然後它味道夠煮 然後旁邊的肉木又很加分 好吃 各位見 各位見 今天幫我們把小黃瓜的醬料 都搬來 壓好了 滿美的禮物 對啊 1比3 醬油是 1 4是3 嗯 嗯 真好 就不用再調了 不然每次調出來味道都怪怪 哈哈 吃起來 吃起來都不一樣 對啊 不然外面的好像都是 幫你直接調好的 對啊 這邊的話 確實你可以再調不一樣的味道 但是最佳品 可能是他們推薦一級賽的 嗯 難怪消電成這樣 哦是這樣嗎 今晚 我想來點 鼎泰豐的小紅包 左薑絲米醋 薑絲米醋 今晚要來點 這就是薑絲米醋啊 你看到 對啊 對啊 今晚 想要來點 鼎泰豐的小紅包 左薑絲米醋 又來了兩道菜 一道是炒高麗菜 另一道就是原味的小紅包 它其實小紅包有其他口味啊 它其實小紅包有其他口味啊 像是他們還有一個是頂級的 就是中路小紅包 那個的話就價格比較高一些 對 對對對 如果有喜歡我當然還是給點 但是我是主要 因為我沒有吃過現場的這種 最最最最最見的 原味小紅包 所以一定要點點看 來我示範一下 吃吧 好 我不知道吃吧 因為它剛剛吃啦 好 欸欸欸欸 就這樣子嗎 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因為一定有湯汁啊 欸夾了不會破耶 有 很感動 我自己是習慣醬吃啊 就是剛剛泡過的 殭屍直接搭在上面 然後不用淋太多醬 空啊 很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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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哇靠 好喝耶 好喝真的好喝 很舒服耶 這樣炸口 因為最近天氣有點轉涼 雖然很燙 但是那種溫度到嘴中那種 瞬間暖起來的感覺 可以可以 很OK 但是如果要說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比較平價值 平民嘴 因為這樣吃起來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醬我吃的比較不習慣 因為我本人不太吃酸 然後因為剛剛有提到它的醋是 比較酸的 對 比較酸 而且是比例是3 所以它的酸度的話是蠻明顯的 所以如果真的之後要再吃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特別再煎 可能就真的就是薑絲搭上去會比較剛好一點 可是你習慣的是 我們合作這樣加油膏的感覺 欸 油膏也不錯好不好 但是如果真的要吃的話我可能會吃原味 就是什麼都不配啦 然後高麗菜 然後高麗菜 好 外盤大片的 對啊 很漂亮的高麗菜 吃脆的高麗菜 鮮甜 很好吃耶 我現在一口都沒吃 為什麼我都還沒吃到 辛苦啊 可憐啊 等一下趕快吃完你就繼續拿著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好吃 而且 我覺得它油下的有夠重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 油分不要吃太多會比較好 但是其實吃中式料理油一定要下足夠 不是過量一定要足夠 因為它看起來光澤度也會比較好 然後在氣味上面也會更好 好吃的 我們下一個主持來了 就是排骨蛋炒飯 因為排骨的話它是單獨有在一個前菜的選項 那那個選項的話我們想說 欸有排骨蛋炒飯 倒不如我們就炸在一起嘛 反正我們想吃飯 我們想吃排骨 不如就一起點了 目前看起來的話 光澤度 我覺得很滿意 排骨很漂亮 很漂亮 排骨真的很漂亮 它如果是一個 擬人化的話 它絕對是一個 香到不行的 遇解風格 超級快的品力 反正就長這樣 就是你看起來就是 吃鹽三次 看就是這樣吃的 然後我們的飯是選糙米飯 就是因為不要吃那麼多精緻澱粉 所以選擇一些糙米飯的話 對身體也比較好一點 就來 試吃看 我個人很喜歡吃 邊邊的排骨 我超喜歡 特別香 我先吃吃飯好了 嗯 糙米香沒有被蓋過去 但是它本身 蛋啊 空啊 跟鹽的調味上面的比例是OK的 不會有誰搶過誰 或者是誰的味道特別重 就他們的味道是滿平均的 然後鹹度也是剛剛好 再吃吃飯排骨 是 我覺得光澤很漂亮 然後肉質也是好咬 跟比較偏軟的那種排骨的肉質感 但是 味道來說的話 不是我平時喜歡的排骨味 這個很難去做說明 不合你的口味 對 對對對 不太合我的口味 如果以我個人客觀來給的話 我可惜 光這個排骨 我可能會只給到三分 我要吃飯給你走 我們除了原味小黃包之外 剛剛有提到的是 蝦人燒賣 想說吃一點不一樣的 平常在吃蝦賣的話 都會是 要看得很仔細 因為 吃港市我們會叫很多燒賣 那燒賣有一些可能是黃色 有些都白色的嘛 那裡面就是 你可能要拿起來看一下顏色 才找到蝦仁 才知道說喔蝦仁燒賣 但是呢 平泰鋒是直接把蝦仁就蓋在上面了 直接放在這上面 對 他直接把一斤二屬 一斤二屬 你完全不會誤會說他就是誰 我來吃吃看 是是是 那剛剛服務人員也有稍微說 就是可以打薑石吃啊 但是我想要先吃原味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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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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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他裡面其實還是 比較偏像小籠包那樣 然後上面打一顆蝦仁 那種感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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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我們一般 一般在港市吃到的 招賣不一樣 嗯 嗯 一般港市的招賣是吃起來是 比較脆的口感 好這邊就是鮮肉 嗯 哇 不過是景泰鋒耶 任何的 包類 就是用 麵皮包起來的東西 麵點 都是好吃的耶 很好吃耶 會有水準 對 很有水準 不會 難怪這麼多外國人 第一站就一定要選在101的頂泰鋒 我覺得合理 非常之福 果然 難怪問外國人 台灣想吃什麼都說 小籠包 對 真的 每個都是小籠包 每個日本人都是小籠包 嗯 是真的有 對於我們台灣 真的很多美食上面的面子 我們終於完食了 空空如也 對 空空如也 我覺得算是 我是有吃飽啦 所以小助手不決定 我是有吃飽 而且這樣吃下來的話 都沒有什麼特別美的料理 肉類那個味道的話 剛剛我們終於知道了 因為剛剛排骨的 豬肉味比較重 就是我不確定大家知不知道 豬的味道比較重的話 有些人喜歡 也不是說錯味 就是豬本身的 特異的味道 是是是是 就跟你如果吃魚 有些魚的土味比較重 可是我個人很喜歡魚的土味 然後有些人就覺得 不喜歡不喜歡 就不敢碰 所以就是個人喜好 所以今天的評價 也都是以我個人為主 如果整個這樣吃下來 搭配上環境啊 服務這些的 如果以五顆星來說的話 我覺得值得給到差不多 4.5顆星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那五顆星 0.5的話 大致上會是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 安安靜靜吃飯的話 真的也不太推薦這邊 因為畢竟會帶滿多家人 或者是滿多朋友 帶訪客來吃飯 而且林泰宮沒有人少的時候 對沒有人少的時候 什麼時候來就是人嫩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還有那個0.5 大概還有口 就是我不喜歡那個 豬肉味 對大致上其他 我都覺得是 好吃 很OK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要給的第一名 就是 真的 它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 因為剛剛我飯其實也覺得 小豬手吃完 小麥包 小豬手吃完 小麥小豬手吃完 剩下兩個菜 高麗菜是第二名 我覺得 很急著想要吃高麗菜 跟蓋米斯斯基豆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 Rare都太好了 是我很喜歡很喜歡這個味道 好 這些的話 但是上就是 如果你也是沒有來過 鼎太宏吃飯的話 可以先以這五道料理下去 著手 先去做品嘗 因為真的是滿推薦的一件事情 好的 我們這一次 不愧是外國人必來的 101底下的鼎太豐 這個真的是推薦的有到位 我們吃飽喝酒之後 想說來散散步也好 消化一下 然後看看風景 都已經提到101鼎太豐了 我們怎麼能不太近101呢 然後101是在我人生 已經過了20來年 第一次踏進來 我們其實最主要是 想要來看一下101的觀景台 外國人都會來了 對 這個真的是我從以前到 以前還小 可能沒什麼經濟能力 到現在長大了 知道101幹了這麼久 然後有這觀景台 一直到現在才有機會 想說好來觀景台來看看 究竟整個大台階師 看起來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來體驗一下 101那個 的那個電梯 會耳鳴的電梯 會耳鳴的電梯 希望我耳朵撐得住 因為人家說耳朵挖得太乾淨 對這種快速上升或大飛機 耳朵很容易痛 因為我很喜歡我耳朵 就是沒有耳屎在保護 保護我的耳朵 所以我很怕我等一下耳朵會痛起來 好 那我們去買票 買票吧 買票吧 好 各位貴賓請看兩側螢幕 顯示樓層高度速度及時間 請看兩側螢幕 顯示樓層高度 下車會顯示樓滑 Personal speed 看到車位 座客 由於転位螢幕 垂直 行動 我們已經答 我們有足夠的 謝謝 任務台北 睡覺 喵喵喵喵 37秒 對啊,比我家從一有收到五來塊 對啊,37秒耶 對啊 我說我房間走到廁所可能都超過37秒耶 超軟 我跟你講真的是有點癢耶 真的會腳軟耶 對啊,真的會腳軟耶 太高了,真的很癢 我本來就有根據高分 我覺得我好像有了 從腳邊直接看過去 就剛剛那邊看 真的很高耶 就真的很高 而且他真的看一下就以為 我這邊好像會掉下去 對 我現在有點害怕 你拍後面嗎 真的是有點害怕 那是淡水盒嗎 真的 那是淡水盒吧 我不知道 還是新練習,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那也是哪個發現 他就是漂亮啊 對,就是漂亮 漂亮 因為台北已經 連續差不多下一個禮拜多的雨了 對 很煩快發霉 我們今天剛好禮拜六是 這禮拜放晴的 第一天放晴 真的是第一天放晴 很累 真的是很漂亮 很漂亮耶 很漂亮耶 真的是 真的是我們第一次來 難怪為什麼外國人都會來這裡 對啊 所以真的是很驚人 真的是很漂亮耶 真的是很漂亮耶 但是你必須說一件事情 嗯 頂樓為賤真的很多 一堆血流 有穿雜一點五顏六色的感覺 但是仔細看就是真的會 很多耶 難怪前段時間 一直有在 警惕這件事情 真的好 第一次的101觀景台體驗 不愧是外國人跟台灣人 都非常推薦的地方耶 而且我們故意是挑在 差不多四點半左右的時間 在上面待待待待待到 整個天空變暗變夜景的風 很棒耶 真的超推薦的 我跟你講如果給五顆星的評價 這個估計可以給到七顆 八顆甚至到十顆星 你有沒有爆表的那一種的 太值得來了 然後又加上其實門票沒有到很貴 因為如果去國外的一些觀景台的話 說真的價格都不費啦 所以以台灣的價格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物超所知 可以待到你開心 什麼時候離開動物圈的 而且裡面的話還有滿多的商店 還有小吃 也不是小吃啊 就是小點心 然後還有飲料啊 冰淇淋都可以在這邊吃 甚至你可以在網上一點 好像還有咖啡廳或餐廳 都可以預約來到101的地方 真的是很厲害耶 真的是很漂亮 我覺得推薦的超級到位 這個是超超超超級到位 所以楊潮的讚 除了大拇指還是大拇指的那一種喔 超值得 台灣的觀景台呢 我們可以小坐休息一下 因為不管是不是台灣在地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或者是從國外來的朋友 大家一定都非常熟知的就是 台灣的芒果冰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呢 這麼多人推薦的情況下 那怎麼可以不趁著進入秋天 快要進入冬天的那個夏天尾巴 好好享受一下最後的芒果冰 我要開吃囉 這應該是芒果雪花冰啊 對 如何吃 欸很濃耶 然後他還有給我們一杯芒果醬 可以直接加下去 對一整杯 其實他自己這邊也有啦 我吃太多了 因為是加芒果醬的關係 所以加下去也一定會比較甜 很讚耶 真的是很讚耶 他的冰夠濃 不會說是我們一般去刷冰 就是都沒有味道 或是要依賴黑糖水 沒有 他直接蓋那個芒果下去 光吃冰本人就超級有 芒果風味 然後再搭旁邊的芒果粒 我今天做夢都會弄到芒果本人 欸很好吃耶 很好吃 我們就來享受這個芒果冰 對 好好吃一下 完食 沒想到台灣的芒果 知道夏天後 我進入到秋冬了 還是這麼的好吃 是這次芒果冰吃下來 一樣評價5分 我覺得今天不論是底台風也好 101的光景台還是現在的芒果冰 所有的都是在台灣很紅 真的是只要一到夏天啊 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節日 都很容易被拿出來講說台灣的這些地方 這些食物都是非常赫赫有名的 這一些景點還有這些食物都是推薦的非常到位的 很感謝非常多的影片跟包裝甲汁一直在推廣台灣的更多好的地方好的食物囉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這次影片 如果你有覺得有任何你覺得我可能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或者推薦我到哪個地方去做這類型外國人 或者包在哪是已經推薦過的一些好玩的景點 好吃的東西的話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也不要忘記要開啟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